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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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性交亲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我没有说去排斥他 因为毕竟是加油女 让大家认识了我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同性出道 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杨子小同性 对爱我以前就是小同性了 那个是属于我的一个东西 挺骄傲的 以前有时候会觉得烦恼 但我觉得现在不会 我觉得挺开心 他们叫我消息 我就觉得都要小时候演的 这位白先生 因为做账有猫腻 被之前公司开除了 就也是大家恋恋恋的 但肯定不是说像电视上那种 哇24小时 都对着 因为你必须要在镜头面前 展现你最开心的一面 带给大家快乐 但每个人心下都会有自己安静的一方面 就像有时候出去吃饭 见到新的朋友或爸爸的朋友 我可能就就说好 就一直在吃饭 不说话 因为你真的很累 你肯定没有那么多精力 但成了别人就说 哎你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 你不说话 心的不开朗原来 就我是觉得我开朗 可能会给我喜欢的朋友开朗 熟悉的朋友 但我不是说 我24小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那个是谁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应该是 让自己大脚步放下来 去更多的思考 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就是找回当年对演戏 或这个行业的更多的热情 因为以前小时候更多 我是因为热爱演戏 有这个热情才来演戏的 并不是为了赚钱或名根利 但后来你慢慢走着走着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这个圈子 不是说你 我热爱演戏 我就只能能够演到戏 你要想演戏的同时 你要去做很多辅助 比如我要去宣传 我不要 比如我今天要接受你的专访 比如我要参加活动走哄弹 我要怎样 这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但是我愿意说 通过这些东西 让大家更进一步地认识我 认识我以后 我可以得到更好的剧本 然后有更好的发展 其实一切也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剧本能出现在我的面前吧 但是我觉得很多做这种工作或者拍戏 因为拍戏很累 有时候一天要拍17个小时 你一年拍三个戏 就是12个月全占满 可是有时候对演戏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跟激情 你会忽略很多东西 就觉得快拍完这天拍完就算了 所以现在就觉得说应该放慢脚步 然后重新审视自己 然后还要对演戏的那份热爱 你当时为什么进了这个圈子 你现在做的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会觉得我要更加努力一些 这点原因是因为它一样的 你提到这个圈子 你给了一个地方 好吗 是谁 误